台北市这几天国高中学生线上教学演练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考量国高中学生即将迎接 秦莫考莫尼考将恢复实体课程 但鼓励学校实施远距教学 既然预期确诊数还会上升 但是政府也不可能完全不做动作 所以我们还是会踩一下刹车 在不同的地方都给了一点刹车 希望说他这个上升的速度不太快 至少要在我们这个医疗量能够处理的范围 所以下礼拜开始 本来我们国中高中这个礼拜不是停课 是在家里演练 线上教学 那下礼拜因为有很多要考期末考 考什么模拟考的 所以下礼拜原则上是 恢复实体课程 但是如果每个学校要实施远距教学 市政府的态度是鼓励 所以下礼拜国中高中是恢复实体教学 但是我们鼓励每个学校可以继续实施远距教学 那同样的 又人在问说 这个国中高中好歹还有打过疫苗 小学没有打过疫苗 为什么都 都继续在实体上课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 小学生真的要线上上课 也有技术上的困难 因为不见得每个小学生都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真的要说 线上教学不容易 再来国高中学生在家里 尤其家长还不用请假 真的小学生放在家里 家长要不要请假 是一大问题 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让小学生 线上教学 那不过这样 从下个礼拜开始 你知道 依据5月5号开始 台北市小学生将从5月5号开始 也要施打疫苗 北市府规划有疫苗假 学生打疫苗可以放3到5天 加上周末大概有一个礼拜 北市府也鼓励小学生接种后 进行3到5天的远距教学演练 所以我们回收了全市 152所学校有回收的 那这个家长有意愿的 大概是46.7%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是作为一个参考 真正要接种疫苗 还是以家长的同意书为准 所以我们昨天4月27 那已经发放了这个莫德纳疫苗的接种须知 以及意愿书 那么给家长了 那我们也按照规定 让家长有充分的时间考虑 我们设定7天的时间 让家长可以充分的考虑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到5月3号 那应该可以全部回收 那5月4号我们让学校再有一天的准备跟整理 所以目前安排5月5号开始接种疫苗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小学生的接种 除了要打好之外还要打稳 所以我们预定两周的时间 从5月5号到5月20号 让学校跟医院去安排这个时间 那今天早上我们已经美合完成了 就是全台北市的公私立小学有154所 特殊教育学校有4所 外小学校有7所 总共165所 跟医院全部都美合完成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说 美合好之后 他们会去讨论 那具体的一个接种的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 那刚刚市长也提到了 就是说学生接种后 可以请这个疫苗的 疫苗的假三天 可以多到五天 那同时间家长也可以申请防疫假 北市中小学碧履校外教学 5月15号前需暂缓 蔡秉坤请大家见谅 之后疫情若许可 还是会希望让中学生有圆梦的机会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